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马刺今天做客魔术 全场遭对手压着打 中场以87比114输球 让马刺吞下本期手败 上季还呆在马刺的魔术替补后卫西蒙斯 Jonathan Simmons 此战砍下全队第二高17分 是球队获胜的功臣之一 马刺总教练帕波维奇 Greg Poopovic 赛后想找开玩笑西蒙斯 却搞错人 笑翻网友 过去两个赛季效力马刺的西蒙斯 他在上赛季后成为非受限自由球员 以三年2000万美元的合约转战魔术 西蒙斯今天面对钱东家 全场13投8中 砍下17分 4篮板 3助攻得分全队第二高 助球队大胜马刺 他本季出赛5场都是替补出发 平均角出14分 2 8篮板 1 4助攻的成绩 帕波维奇赛后想找昔日子弟兵西蒙斯 开玩笑 却搞错人弄到魔术先发碰 魏罗斯 Terence Ross 之后两人纷纷大笑 这一幕也笑翻美国网友 马刺总教练 5 сразу 4 5 4 5 2 5 5 6 6 6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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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零射